日前一条疑似女性黄毅出轨的消息爆出 在大家不明真相的时候 黄毅现任老公黄毅清再次发飙 微博痛斥妻子 似乎是坐实了这个消息 而就在黄毅本人还未做出任何回应的时候 黄毅的前夫江凯 竟然又在12日深夜两点来给前妻补刀 否刺到人生最大的遗憾是遇见你 一生最开心是闪离 银猫永远忘不了偷心 对此不少网友都觉得 一个女人让两任老公都对她持这种态度 是不是说明黄毅确实有问题呢 有苦全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